ヌ 各位主教歡迎各位同學 大家晚 大家好 從閱讀到待會要討論裡面 中間有哪些我需要知道的知識 把它連結起來 希望同學大家把過去幾次以來 我們所上過的課的內容要整在一起 因為從製造防治到心理健康出境 它是一個連續性的一個過程 所以同學一定會聽到說 怎麼每一次的過程故事 都有它重疊跟連續的地方 雖然會連續部分重疊 但是每一堂課透過問題焦點的討論 一定會有它的亮點 今天吳老師想要跟各位從過去到現在 連續在一起以後 待會分組討論裡面要強調 有關精神醫療服務 跟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問題 同學應該從最早到現在 有一個連續性的概念 特別在上次 我們看了我們香港的電影 《一面無明》 大家體會到 一個人他有心理健康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他個人的問題 所以精神醫療的服務一樣 同學要一個概念 不是一對一 精神醫療它也是整個醫療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醫學的一部分 那它主子在哪裡 基本上 它是以個人為中心 然後呢 以家庭為單位 更重要的 要以社區為範疇 來考慮這個人 他的精神疾病的治療 跟如何協助他回到社區 來融入原來社區的健康生活 那同學應該是記憶猶新 我們上次上捷克的影片裡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男主角 在經過治療以後 就解決了嗎 不是那麼單純 他回去還有家庭照顧的壓力 甚至於他回到社區以後 同彩的壓力 或者社會工作場所 對他疾病或治療的錯誤概念 都會造成他情緒的一個反彈 所以精神醫療服務 它是要整合個人 家庭 社會 的一個連續性 那吳老師這裡 特別談到急救戰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知道 不良的情緒 會影響健康 這個在前面幾堂課 就聽到 譬如 極度 神氣發目 可能造成心肌比賽 可能造成腦中風 慢性的情緒壓力 慢性的憂鬱 或者是憤怒的情緒 也可能會帶來很多新生症狀 高血壓 糖尿病 或者是禿頭 薄頭髮 等等 這個同學都已經有一個概念了 所以在精神疾病 或者心情發燒 需要送急診的話 大概簡單 同學一個概念 到底 我們知道精神醫療的服務 有哪幾戰了以後 那哪一戰 需要來急救 那簡化之 情緒障礙有好幾百種 但是 我們不是在做診斷 我們在做這個人 他的痛苦 Dictress 那前面幾堂課 大家也慢慢體會到 我們這堂課 從自殺方式開始談起 那一個人要自殺 不是要結束他生命的目的 他最重要是要結束他的痛苦 他的Dictress 所以心情溫度機會量他有沒有發燒 那什麼情況之下 必須要送急診來急救 但第一個最常見的 我們談到恐慌症 他會不會被污名化 他不會被污名化 最後他一定送急診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快要死掉了 快自己來讓他急診出去 而且他這個 親情和和平生理症狀 他爬到急診去 可以接受急性的 精神藥護治療 萬一他有換氣過度的話 那直接把 教他慢速呼吸 他也可以好起來 所以這是比較輕微的 親情發燒 要到急救站 第一個最常見的 就是恐慌症 恐慌症 第二項是什麼 第二項就是我們談到的 有自殺行為 他很無助無望 要結束痛苦 割完 上吊 或者跳樓 這第二項 會被送來急診的 那一年裡面 我們大概 我們的民眾 一年裡面 因為自殺行為 被送到急診 繼續追蹤的 大概一年平均三萬人 三萬人 為什麼要追蹤 我剛剛提到 自殺行為 到急診急救站 給他急救以後 他就好了嗎 那當然不是 他必須要再鼓勵他 接受精神醫療 接受進一步的社區關懷 跟追蹤 第三大項 心情花燒 會送來急診 就是他聖怒之下 情緒混怒 要轉至他人 也就是要傷害他人 或者要殺害他人 這個的話 最嚴重的是 憂鬱自殺 然後又要殺小孩 另外一個 要務難用 或思覺式療症 他引發悲害妄想 很害怕很生氣 他可能會傷人 為什麼 有可能當下幻覺幻天會告訴他說 前面這個人 不是你家人 他是魔鬼來改變的 聲音告訴他 你要趕快下手 拿鐵錘把他打死 不然等一下他會把你全家殺死 他就開始有亂的行為 自殺大部分是跟憂鬱有關 我們前幾天可以提到 憂鬱的症狀大家都知道 一個人在憂鬱的時候 他是arch king for help 他是要尋求幫忙 跟後面提到的萬利 他的精神病 妄想幻天花座 思覺式療症花座 要去打人 傷人 是不一樣的 因為後面第三者 他自己是沒有病逝感 所以必須要 旁邊的守門人或家人 把他送到急診處來 來急救 所以如果講 我們的心情 需要接受急救戰的處理 簡化 這三種可能性 這三種可能性 各式各樣的病變都可能發生 但是同學上通識課 我們是強化心情急救戰 在緊急情況之下常見 但平常我們就守門人 或者是精神醫療的服務 不是專門為急救戰而設立 我們精神醫療的服務要幹嘛 是情緒健康的加油戰 為什麼 當你考試壓力 或者是情緒不穩定 或者是有失戀的情況 在憂鬱 精神不振 沒辦法上課 或者落落寡歡的時候 你如果尋求精神醫療的話 他還可以提供各方面的一個協助 所以這張標題 我要跟各位來報告就是說 精神科他所提供的服務 是一連串 一系列 但是如果我們談到 嚴肅的要講 心情要急救 前面剛剛提到的三大類 如果就一般民眾來講 吳老師也跟各位談過 他精神病、思覺自調症、躁症 這個他自己沒有病逝感 但是康蒙的 mental disorder 常見的精神疾病 譬如焦慮症、憂鬱症、恐慌症 這些情緒障礙以外 他同時會合併什麼 合併交感神經的症狀 一系列的生理症狀 那這一群人的話 在平常 到底有沒有受到 很好的一個照顧 我們自殺環境裡面 談到比較多的憂鬱跟焦慮 就是我們這堂課程裡面 常提到的 它可以是體質 可以是遺傳 也可以是壓力所造成的 那跟同學分享就是說 好幾堂課來 都讓大家演練心情溫度計 心情溫度計 它五題滿分 0到20分 它不是在做診斷 它是在做 讓你自己協助別人 可以要發現 你的情緒有沒有發燒 需不需要送醫 需不需要去接受諮詢 那歷年來 到15年來 我們每年在7月中 都會做民調 來看看我們民眾 15歲以上的人口裡面 心情花燒 或者有求醫 它的比例大概怎麼樣 當然今天是談到 心情議題 跟求助行為 那我跟各位同學分享一下 大概去年 我們針對全國15歲以上的 錯樣代表性的 2094位我們的民眾 不是醫院的喔 是一般民眾 給他調查 問他的心情溫度 有沒有發燒 他對我們鎖定 大於等於6分 是表示 他的情緒困擾度發燒 已經達到 需要來精神科門診 接受專業諮詢 這樣的一個level的話 你們可以發現到 去年大概平均有5.9%的人 已經達到心情發燒 需要送醫 或者需要接受諮詢 你不要小看5.9% 5.9%是等於多少 我們1%是等於20萬人 所以我們簡單講 去年2020年 全國15歲以上的人口裡面 大概整個來講 有120萬的人 在過去一個禮拜裡面 他苦於情緒的困擾 那我進一步跟同學來分享 那百分之六左右的人 有情緒發燒 他們在幹嘛 所以如果再問他的話 這120萬人口裡面 大概有41.4%的人 有求助 有去找人 那等一下會提到 大概求助新聞不見得看醫師 不一定接受心理輔導 裡面大概有3.1% 他會接受民屬治療 算命 補掛 吃秘方 大概有38.3% 他是接受正統的醫療 包括中醫、西醫 那結論 就跟同學分享 不管是哪一個情緒 疾病所造成的情緒困擾 他真正有去接受精神科 或者是心理衛生相關人員 包括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工師 或者精神科、護理師 接受這種正統的精神科跟心理衛生 專業人員的幫忙的 大概是28.3% 簡而言之 在一年裡面 民眾會有情緒困擾 需要接受輔導或幫忙的話 不到 百分之三十的人 有接受到這個幫忙 所以蠻重要的 我們民眾的調教也發現到 如果有人情緒不好想自殺 你願意幫忙他 百分之六十民眾舉手 OK 我也想幫忙他 所以我們開這套通知科的課程 最重要的是 那麼多民眾願意幫忙別人 我們要如何強化可以早期辨識 來讓他們接受到早期正當的治療 預防病化症也就變得相當重要 我講這個會不會太快 太快取手 OK 我不是細講 我大概先把吳老師的slide先把它譜整一下 我那方便 團體、小組討論 進一步來 我們再跟各位來分享 去污名化的問題 也是我們今天 大家要腦力激盪 共同導論的議題 好啊 那吳老師特別指出來 上禮拜我們也看了 我們的病友 有跟他實際上的互動 但是真正精神科是指什麼 精神科 我們英文叫做psychiatry psychiatry 心理學是psychology 不一樣 精神科是醫學的一個branch 精神科在做什麼 當然顧名思義 精神科是要治療精神疾病的病人 精神疾病是包括哪一些 當然很多啊 精神跟心有什麼不一樣呢 精神科他談到了精神 包括大腦相關的 比如腦功能障礙 或者神經引起的行為 甚至於跟壓力有關的 或者是情緒障礙等等 所以精神科他在面對 處理我們的情緒 精神思考或者是幻覺等等 這些各方面的一個行為障礙 他的內涵 當然包括診斷以後 最重要的 所有的精神科的變化 終界 他的終界就是一個大腦 你說只有影響到大腦 當然不是 比如重大壓力 他會造成不舒服 也是經過我們三次提到 三部曲 感受甚至覺得危險的話 就會造成恐慌、驚怕、心跳加快等等 所以不管怎麼樣的腦 是一個媒介 但精神科治療 就只有開藥嗎? 當然不是 你在急性期 你的精神科的服務 在急性嚴重期的話 你靠跟他談的話 他很恐慌 你就是好,我給你心理治療 在緊張以後胃潰瘍 或者是心悸 你就是好 我給你做心理治療 慢慢呼吸 那就是不夠 我們在急性時期的話 我們會考慮到用藥物治療 藥物治療 比較快速可以減患 病人不舒服 接著呢 就要處理到病人 他所關心的心理議題 包括心理治療、行為治療等等 所以精神科在做什麼? 精神科在處理精神疾患的病人 精神疾患不是只有講心理疾患 他談到是整個 從腦功能、神經功能到行為 這個犯人就跟心理都有點不太一樣 譬如我們舉一個例子 假設一個老人家他因為失眠 我每天睡不著覺 那完了去心理輔導給他 好,我就跟你做認知行為治療 我每個禮拜來一次 都一個70歲的老先生 他現在有空是沒問題 可以接受治療 但反路治療以後 我大概發現到 怎麼不太有用 我後來直接跟他問 你為什麼睡不著覺 他說我以前很想睡 我介紹行為治療放鬆 但是還是沒辦法放鬆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到傍晚的時候 就一直懷疑我太太會出去 我有外遇會出去找男朋友 這個在心理學的立場 他用認知行為是一部分 但重點 如果你有做精神科的評估的話 我們一聽老人家 還有這種嫉妒妄想 這是什麼? 這跟腦功能的改變 像中風的前兆 失之症的早期症狀 或血壓高 或者他現在正在吃 或糖尿病的藥 任何的藥物會影響到 腦的部分都可以造成腦的變化 所以這務必要很小心 所以診斷出來了 我趕快給他看精神病的藥物 大概只要一兩顆 他一兩個禮拜 這個腦功能多巴胺的功能 修正以後 他就不會再懷疑 太太有懷疑 太太不在 他會想 他到羅西亞馬上回來 他晚上不會睡不著覺 所以精神科的診斷就蠻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看對科 吃對藥 重點就在要評估 現在我們在 自殺行為發生的話 是預防自殺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已經通報到衛生福利部 到各縣市衛生局的個案裡面 只有40% 有行為的人 有40%接受過精神科的完全評估 而沒有完全接受他的評估 還有60% 所以表示說那60%是多重原因 導致他自殺 但是真正自殺的原因 不見得有被查出來 所以精神科的疾病 他可以從小到中年到老年 各個不同年齡層有不同的疾病 這個當然跟他的體質、遺傳、腦有關 譬如各年齡層最常見的就是壓力症候群 更嚴重的話也適應障礙 也會容易產生失眠、焦慮、憂鬱、行為問題 這是通常各年齡層都可能發生 但是如果跟比較特別的性別 或者年齡有關的 像小時候最常見的就是心身症 譬如大學生、高中生 一壓力來的話 肚子痛、頭暈、暈倒、掉頭髮 心身症是年輕的時候蠻常見 那小小孩的話 譬如勾動兒、拒絕症 到18歲以後只有焦慮症才會發生 莫名其妙 簡占不安全、這麼舒服 到中年以後就憂鬱症 那憂鬱症就是善賀老師常談到的 我到老人的話 在身體疾病、核病、有適應障礙 或者失智的早期症狀 而且老人家要逐入 或者慢慢進到失智的階段 不是馬上失智 剛開始會是緊張不安 不敢出門 譬如說 這個董事長本來很優秀 怎麼現在都不敢出門 到人都會利用 恐懼害怕 這也可能是失智的早期症狀 突然間他本來 我每個禮拜打高呼球 很積極 突然間變得憂鬱 你問他有沒有壓力 他說沒有 你可以檢查腦功能 可能他是失智的早期症狀 所以同學聽了以後 你會覺得有情緒障礙、行為障礙 屬於哪一個問題 所以精神科處理的對象 從小到老 到不同的年齡層 有不同的疾病的診斷 但不管是什麼病 他最後的結局 不舒服、不爽 就是我們講的 心理困擾度 psychological distress 這就可以用我們心情溫度計 來測量他 我這首門的概念 就是在於說 我如何 間別或早期發現到 這個人有情緒困擾 你要不要做診斷 當然不要 因為這不是你的專業 但是如果你可以透過 你跟他間諜關係 而轉給我們的精神醫療的團隊 來做適度的處理的話 這已經是功德無量 所以這幾個專業名詞 精神科醫師 他就叫psychiatrist 精神科醫師 心理師是psychologist 那不太一樣 台灣裡面叫心理醫師 因為俗話常常會講心理醫師 像醫師的話 是按照醫療法規定 是一定要接受醫學訓練 所以醫師一般是要講精神科醫師 那心理psychologist 或者臨床心理師 我們就不會加上那個E 這樣同學就不會弄亂 psychiatrist是精神科醫師 psychologist是心理師 他們處理的可以是共同 一起來處理行為問題 為什麼 儘管你是腦中風影響到憂鬱 但是你在憂鬱了以後造成適應不良 造成家庭溝通有困難 這樣的話 精神社工師 精神科護理師 精神科我們的臨床治療的心理師 都會加進來協助處理他心理社會的議題 精神科醫師 他是做整體 身體 心理 社會 加在一起的總評估 裡面的分支 和個別再來看的話 他有不同的問題 有不同的適應症 那就變成一個誇團隊的治療 所以 吳老師很希望知道說 讓你們曉得 精神科醫師 不是只有看發瘋的精神病 因為我們上課講了好多 從壓力症或群、適應障礙、憂鬱症 這些常見精神疾病 都可以由精神科醫師家裡來處理 精神科的疾病有哪一些 我就不要再重複 我剛剛已經稍微提到 當時腦功能障礙 懷疑人家要投錢、外用 一直在偷他家裡的東西 要打人 如果你有這樣的嘗試 莫名其妙老在懷疑人家 就是妄想病 妄想病就很容易治療 藥道病除 東巴胺的藥 你給他油膽 頭腦歸零歸症的話 就不會再懷疑人家 所以精神科的種類疾病 各位如果Google一下的話 也滿多種 就不太重複 一般民眾 吳老師最後的研究做滿多 一般的民眾為什麼不看精神科 前面好好自己堂課 我們就連續在談這個問題 吳老師這張幻症片 應該是說 假設你有情緒障礙 或有憂鬱症的話 你會不會看精神科 假設這樣 你要不要再背這個 當然 吳老師整理很清楚 大概有六大大面選 但實際上 如果你守門人 你已經 我發現到他情緒有問題 問他 那我給你測量結果 你情緒都發燒 可能要尋求別人幫忙 或者我要不要找你 一起到 接受專業的幫忙 我才不要 答案會在對方 所以你不用去背 你只要記得 老師們 我們上課教導你的 你要做一問二應三轉介的方法 建立關係以後 那積極臨天 問他 他不去 他不接受轉介 那是為什麼 打破砂鍋 問到底 雞雞靈靈 他跟你講很多的理由 然後這是理由 不外乎 這六大項 第一個 他可能會覺得說 沒有需要 我心情不好 我先生何久打偶 反正以後我自己會好 我這個不需要看 他會覺得現在打偶 我心情難過 我幹嘛在看精神科 應該是我先生去看 我說這個無其不由 理由不會單一 他這六項理由當中 都會重複加成的分析 跟加在一起來表現 所以要如何讓他轉介成功 大家同學已經學到了 要如何透過同意心 同理他 讓他理解他的問題所在 進一步可以轉介 所以這些我就不一一在細念 但是主題 請大家也看一下 換邊大會討論 第一個 他認為我有情緒 有憂鬱的話 我並不需要去接受治療 另外一個 他不敢去面對 我心情那麼難過 我先生家暴 那彎友去看的話 要把先生家暴的問題拿出來 或者說我現在劈腿 因為這樣 我男生男朋友跑走了 我去看心理師要講這些話 所以他第一個 憂鬱情緒不穩 他不想面對 或者不敢面對 第三個 不想和別人 談這些相關私人的一個問題 再來 怕被別人知道飲食 這是最常見 再下去 他認為自己會好 靠信仰 所以這一些靠信仰當然是重要 但是萬一 他的情緒障礙已經發燒 影響生活的話 那就要兩邊都要 要人 也要神 這滿重要 你不能跟人講 你靠信仰沒有用 你這個要靠李教授 這個他絕對不會來 很好 你又很好的 這個宗教的信仰不錯 你一定很安心 但是安心是好一部分 你的腦要安下來的話 一定要找精神科醫師好好的跟你討論 到底要用藥呢 還是要心理治療呢 還是教你要運動呢 健康生活呢 這樣他才會接受 所以守門人的教育訓練裡面 當然我未來還會繼續討論 所以他認為靠自己就好 靠信仰會好起來 另外第六種 講家人朋友就好 我們的病人 我們的民眾 15歲的民眾問他說 當你有自殺想法 或有妇媒想法的話 你會不會告訴人家 一般自殺生亡的個案 死掉的個案 大概生前百分之四十 都曾經跟旁邊的人講過 自殺的意念 上一次我們上課也有提過 有一次直接講 我們的間接講 一般來講 他會講 第一個 我心情不好 我要告訴我的家人 跟朋友就好 這尋求support 百分之六十 同樣 但是如果我已經達到 嚴重憂鬱症的話 講得對方 我又沒有給他鼓勵的話 又跟他講 你才年紀輕輕 怎麼都講這種 那腿上的話 你這個將來 怎麼樣 應該要壯進自強 這就不行 包括跟老師講 也不夠 印象蠻深刻 十五年前 我們在做自殺防治 就有一個導師 就跟我們分享 他的學生 一個國偶的學生 他本來成績都很好 都得出去講 有一天在週記裡面 因為他 跟爸爸媽媽有衝突 跟妹妹、姐姐 家裡某一些小事情 都衝突 情緒很不好 他在週記上就寫了說 心情很爛 真是 整人都想一些負面的話 一直都說 真想走了 算了 結果他的導師看了以後 因為這是一個謀幻生 好學生 就跟他每一批寫了幾個大紅字 他叫 年輕人以裝盡自強 吃得苦中苦無 荒惟人上人 就兩個驚嘆號 那學生就拿了這個 整個晚上 一直看老師的評語 他覺得 我本來成績那麼好 連老師都覺得不夠強了 我就反覆 沒自信 到後來 隔天就跳樓自殺 覺得那個老師是相當不捨 到底會有做錯什麼事嗎 他是對 他是鼓勵 但鼓勵的話語 同學一定都很會 一定要聽他 聽他用ventilation 講出他的痛苦 講出妹妹姐姐跟他有什麼衝突 爸爸媽媽怎麼怪他 等等 他買電腦 他以為他是在玩電郵 他不知道他買電腦 是為了要求知 要update他的新知識 反而誤會他 所以這種很簡單的找朋友 聊的話 如果那個朋友 或不是守門人的概念有的話 錯誤的解讀 或錯誤的鼓勵的話 會變成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同學上這些門課 將來目的不是只有希望你懂得守門人 而是希望你把守門人的概念 要宣導出去 所以一般民眾或是有情緒不舒服 不看精神科 他個人還是存有一些迷思 其他種類還蠻多 大概我就不意再列舉 但吳老師提到這六項 也請大家待會小組討論的話 可以發揮應用 那就比較有學問一點 把它整理起來 一個心理健康的一個問題 要求助哪一些因子會影響 所以從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 到求助行為到結果 它是一個流程 是一個過程 會互相影響 我當然最常對的第一個同學 一定二說能想 上課上到現在 就在教你如果 Sarah Willis 我自我認識 我肚子痛的時候 不能只有講肚子痛 趕快去看腸胃科 你要同時反問 我除了肚子痛 還有哪裡不舒服 心跳加快 還有頭暈 我自問自答 然後問多久了 兩個禮拜後 為什麼會這樣開始 想一想 最近女朋友 我剛好移情別念 我就想到 我是不是壓力有關 你知道我求醫 就看諮商舞蹈嗎 第一次當然不一定要 譬如 你全身不舒服 你當然去看家庭醫學科 查一下我身體 沒有問題 萬一 這個家庭醫學科的醫師 沒有人上過什麼的課程 大家頭痛一頭 這就會很麻煩 所以建立 如果你同時有身體問題 萬一看醫生的話 也不要忘了 也要是心理輔導師 我們的輔導中心也可以進來一下 因為輔導中心的老師 會做情緒支持 萬一再不好的話 那一定要看精神科 為什麼 因為精神科可以整合 你的生理心理的症狀 加在一起 所以如何自我覺察 覺察不舒服又如何解讀 我最近剛好碰到一個病人 或一個大學教授 大概六年前 開始有點 我們講 他的陰道會出血 一點點 會來檢查 抹片說子宮頸 有點發炎 正常 每年追蹤 每年追蹤都沒問題 到後來去人 可能懷疑 我是不是 有輕微早期的癌症細胞發生 所以就跟他做切片 為了這樣以後 就開始嚴重憂鬱 他想說 我一生之中 我什麼都做很好 我每天運動做瑜伽 怎麼還會得癌症呢 我不可能 他都癌症還沒宣布 然後都切片 他整個人已經崩潰了 甚至有在想到 剛才就早點死了 好了 不要再去開刀 為什麼 因為他是強迫性性格 身體仿佛 受制父母 開刀那都了 所以每一個人 對他的身體的症狀的解讀 對他情緒的解讀 不一樣 他就會做不同的處理方法 而且會跟種族 文化 地點有關 所以有人 他最傳見的說 鄉下 最近黑白蜂 很辛苦 他就會講 是不是卡到E-mail 是不是死去的人 坐過來 晚上做夢又問到 他過去死掉的人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 是不是卡到E-mail 那萬一產戶 剛完不久 那有憂鬱症的話 可能跟他講 你冒犯英靈 所以要去做相關的治療 那我剛剛提到的 台灣我們的調查裡面 萬一情緒有障礙的話 我剛剛提的 只有3.1% 他會接受民屬治療而已 所以目前已經慢慢的在改善 所以如何透過自我覺察 然後有意願 去追求幫忙 這蠻重要 那影響求助醫院的原因 大概有幾大類 今天同學可以 就實際的歷史 再慢慢去討論 第一個 我現在知道 我情緒困了 有憂鬱 我Youtube看到 應該去看精神科 但是也沒有精神科醫師 看心理師 也沒有心理師 我周圍的 資源的分布就很重要 台北的話 你走出門 五分鐘就可以掛精神科 台東的話 你去哪裡找心理師 你是哪裡看精神科 這變成 周圍的資源的分布 這個我們政府 你現在慢慢再來規劃 讓大家可以方便 可以接受到這些資源 所以影響求助醫院的話 資源 周圍的資源就蠻重要 那有意願 他去求助的行為的話 譬如動機是為了幹嘛 有的來治療 不是要來改變他的行為 或改變他的壓力 他可能未來開診斷書 證明我有病 我有憂鬱症 考試科不用考 所以求助的動機 也要去釐清 如果他是有病事感的話 他就很容易接受 跟治療團隊的人員 一起來密切合作 來改變他的一個行為 求助的結果 也會影響到 他繼續追蹤的一個原因 萬一求助你很急 我們的病人都很急 馬上吃了藥之後 每天就不猶豫 不可能 猶豫症的治療 最快要兩個禮拜會好 所以萬一急性子 他覺得吃了藥 不舒服 頭昏腦脹 因為這樣都不堪 這樣病情會惡化 所以影響到求助的行為的話 但是一系列的原因 從早期辨識到資源的分配 對於有心理問題的人 我要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吳老師這邊列了好幾項 簡單講 請觀眾注意看 這個態度的態 態度的態 就是用心 用平常心 不要給他有批判的心 也就是同理心 來幹嘛 來把你對於心理健康 識別的能力 跟溝通的技巧 表達出來 這就是你對於旁邊的人 有心理健康議題的話 你所抱持的一個態度 第一個 知識 因為我剛剛前面講蠻多 精神疾病 不是你心理的弱點 不是你不負責任 不是你等等 特別是男性 他的心理健康議題 他可能做更大的壓力 我想自殺還不敢講 怕講出來 你男子和大丈夫 怎麼可以講這個問題 我憂鬱 你看你太太都沒憂鬱 你怎麼大人在憂鬱 性別年齡都會影響 等等 所以如果用正確態度 來讓他知道 我當然知道 心理健康 可能人人都可能會發生 可能花各的年齡層 各個職業 都可能 我要是跟我們的 腦功能的變化有關 不是腦筋壞的 我是大腦功能的 昏迷不平衡 這比較穩重 你不要覺得 完全是腦 腦部生病 聽得很怕 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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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戀愛失敗 只有情緒不好 我變得腦又病了 解讀不一樣 因為你戀愛失敗是一件事情 女朋友找不回來 你要適應 這個很痛苦 但是因為你這個痛苦 影響到腦 所以讓你現在血淨技術 等等的 覆覓不好 導致你沒動力 不快樂 這個部分反應 我可以很快 協助你度過 我將來要如何再討論 要交女朋友 交男朋友 那是未來 下一階段 所以腦是中間講話 但不要讓他覺得 我的腦變掉了 所以這個講話 就已經 要在同理性的情況下 來跟他溝通 OK 是增加 知識這蠻重要 這個是我們課程所談的 把相關的 心理健康知識 然後呢 放鬆跟測量 辨識的技術 要發揮 變成一個態度 所以態度一定是以同理性為基礎 但另外 吳老師特別要強調 一個人 我發那麼多心血 一問 一閃轉這些 我帶去看精神科了 一切解決了嗎 當然沒有解決 所以我常常講說 你會了那麼多心思 讓我們的病人 或讓我們有需要 接受心理健康諮詢的人 去接受諮詢 那是什麼 那是化為肌為轉肌 然後來了以後 才是真正希望跟挑戰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精神疾病 它不是吃一天藥就好 它這個慢進化過程 它可能需要血清濃度的穩定 才會好起來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疾病 精神疾病 一定是要一段時間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經過藥物 經過心理適應的療癒的過程 它就會慢慢好起來 所以求醫以後 是真正的挑戰才開始 為什麼 當然合作度 還有家人的態度 大家從上一次影片裡面 還有你的實務經驗 這些議題 今天就可以在小組裡面 繼續來討論 有的人因為憂鬱 看病了以後 到底他就好了嗎 也不見得 因為憂鬱以後 他有很多病發症 因為憂鬱 產生以後 家人對他的態度 有一個改變 就會影響 所以求醫要順暢 要有難心 要有信心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我剛才提到 一病人為中心 可以建立一病關係 但是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 所以吳老師 也把他300人在這裡有10點 請大家可以參考 譬如藥物的順從性 它因為規則服藥 另外一個家人有支持嗎 我這個都會討論 你不要以為醫師開藥 我教給他 我家人看了以後 不要吃這個藥 這個藥 你看吃了會頭暈 他兒子已經改善 就跟他講 你少半顆啦 我兒子就考在中間 醫師想吃一顆 媽媽講要吃半顆 到底我該吃多少顆 我這個藥物 會受影響的 包括我家人 另外一個同事 看到吃藥 會問他你在吃什麼藥 我另外一個生活目標 這是社會無名化的議題 他不是在掛健身科 晚了回家就好了 回去同事看到 你怎麼去看精神科 他就要回答 要怎麼回應 這些都是我們在治療裡面 會跟病人在認知層次 會來預言 所以同學這樣一個概念說 去看精神科 不要被誤 有時候 你給他開 按照三針吃三針的藥 不是 你開藥給他解釋 為什麼要吃藥 藥的用途 故事要問在哪裡 藥要吃多久 萬一有人問你 吃什麼藥 你要如何回答 這些等等 因為治療引發的藥物 心理行為問題 都是在整個精神科醫療 最終裡面的一個範疇 滿重要的一點 個人的文明化 這個當然滿常見 另外一個就是整個環境 譬如公司行號裡面的同事 我對他了解 他生病 因為他生病了 所以沒有辦法操控他自己 腰量我到底要吃多久 我不吃又沒事 要吃了 過度又沒力氣等等 所以很多議題 但最重要的 要透過一併的溝通 來解答病人的問題 最終的目的 我是希望他可以回到 正常的社區生活 也只是要等個 讓他可以有residence 可以回到 我面對壓力的復原力 好 那大概有沒有時間 差不多 我大概啦啦啦啦啦啦 我跟各位來討論就是說 我精神科的疾病 他不是只靠吃藥 他就是個團隊 精神科醫療 不是只有精神科醫師 他有藥師 有心理師 有有護理師 有社工程 等等等 他是一起全部上線嗎 當然不是 所以一個診斷 評估以後 來做分流 來做團隊的合作 像我們現在大學製造房子 最困難的就是說 三段五級裡面做得很好的通報 等到輔導中心以後 輔導老師 或者是心理師 再碰到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要如何跟外面資源 來連結在一起 這個說來容易 因為你把校園的學生 要轉到外面來看精神醫療 要通過家長的同意 要讓家長可以討論 家長有空嗎 大概沒空 家長會同意嗎 當然不一定 反而會怪老師 你們把他弄了半天 功課壓力那麼大 讓我兒子功課退步 怎麼怪到我身上來 所以溝通再溝通 所以到最後 希望今天 或我們同學 把過去幾個禮拜以來 所學到的知識 利用你的實務經驗 或你個人的經驗 你要講個人經驗 就不一定要談 self-de-cord 然後self-de-cord 就講我 你可以講 我的同學 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是要講你自己 那我認為這樣 會更深刻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 去污名 那如何想盡辦法 腦力激盪 來增加求助的一些做法 我希望各位同學 把主題 可以討論一下 如何增進求助 當然我簡單 跟各位先orientation到這裡 待會兒小組討論完以後 各社跟人的問題 都可以提出來 要綜合討論 結束前 四位助教有沒有什麼要特別 跟同學補充的 一庭 在嗎 還好 還好 一庭在嗎 我都不看你這樣 有沒有要補充的 沒有 先停 OK 我們可以等他留言 時間回來討論 好啊 OK 我們今天的 我代替吳老師給各位的orientation 都講到這裡 那我還不會走 我會繼續四組去觀摩 最後回來這裡 往這裡有問必打 好不好 預祝我們今天的小組討論 順利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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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